真是太美了 没想到牡丹花还能制成钻石 这简直是对自然美的一种升华 唯有牡丹 真果色 花开世界 动静成 近日 河南洛阳 中国国花园内 盛方的牡丹 占据着不少游客 手机中的C位 然而在花丛盘 展出的一颗 用牡丹花 做成的三颗拉钻石 也不甘示弱 吸引游客 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 洛阳作为一个文化古都 无外没想到 它能将工业和创新 融合得如此完美 竟然能将牡丹花 转化成钻石 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 惊奇 牡丹花是洛阳的石花 中国国花园 是洛阳向世界展示 牡丹之美的一个重要窗口 为了留住牡丹之美 洛阳当地一公司 采用生物体体碳技术 选取中国国花园 建原石 入住的第一株 洛阳红牡丹为原料 制成当地首刻 牡丹钻石 我们公司就选取了 中国国花园 将近50年的一颗洛阳红牡丹 提取了它其中的那个碳元素 然后进行了人工培育 这个钻石 是我们对美丽牡丹的一种延续 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 弘扬和传承 把牡丹花 制成钻石 并非容易之事 牡丹钻石制作公司 技术总监表示 其研发团队早在2003年时开始设足钻石碳提取技术的开发 历经多年创新研究 终于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一种生物体钻石原料碳的提取工艺方法 采访中该公司董事长王静介绍 历史20亿年研发生命钻石 目前他们运用科技手段 可将毛发 食物等生物体进行提探 制成钻石 并与国内知名珠宝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 以开发出宝贝钻 宠物钻 结发钻 等五大系列的生命钻石产品 那么究竟何为生命钻石 国家火炬计划 朝用材料产业基地首席专家 对此进行了解答 所谓生命钻石 西方就用人的毛发 或者是骨灰里边的碳 提取出来 夹着钻石原料都不然 做出来 这就给死区的人 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念 现在中国也有 也有一定的产品 这些不光是人 现在要用牡丹花做钻石 那牡丹花烧了以后 它是碳 加在钻石原料里边 那也未尝不可 他就说 这个钻石跟牡丹花有点关系 技术是跟做钻石的技术 是一模一样 谈及有部分网友质疑 生物体提炭制作钻石 存在偷梁换柱的现象 王静愿意回应 其所生产的生命钻石 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素颜认证 及国家海关总署 出具鉴定证书 同时素颜小程序全程记录 此外 他们公司于2023年底 自主完成了首台 全自动化生物体提炭设备 目前正在为批量进入市场 做最后重刺 我们有一个素颜小程序 进入了之后 从我们周到开始 全程的有一个编码 我们从我们这个收入打开 每一步 我们都是由照片视频 全程的给您呈现 让您也知道 时刻知道 属于您的定制钻石 在哪里 在做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